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烂醉 但是我嘴里还喊着我老公不会管我的 然后呢 然后他就是那种他烦躁的 把戒指直接在黑 在在那个 被那个在那个魔笛上面被风吹着 然后他的心凌乱着 烦躁着 直接去 他已经跟我吵架说 你去给我死 我说 好 那我死给你看 他在法国那里 你去给我死 好 我死给你看 你根本就不爱我 那我不爱你 我去死 你说 好 你去给我看 他那天他那天在泰国跳海了 然后被警察还有朋友们给捞起来了 他当时下半生已经走下 走下去了 没有 下半生还没到 他们接着抓住我了 他们又说了 他们就全部抓住我 你上来好好说 我当时没抓住你了 你跳下去了 真的会跳下去了 对啊 然后我会回去路上去的 太难过了 丢戒指了 第三天和好了 哦 第四天和好的 第四天和好 第四天早上和好 然后在车上 最难的幸福了 你们两个在新年多了 人家有个亲爱 也这么恩爱 很意外 然后我们就去了巴提亚 巴提亚我们继续看了很多的表演 对啊 因为当时我们去 去巴提亚之后 我去那里之后 大家都想去看这种表演 就看完一场之后 就去满大街找第二场 就很吓人 我跟程鲜不敢看 我们总觉得 对 然后他当时还差点 被他们那些人推的上台 因为当时要互动嘛 要互动 然后他们就一直推流动 就可多人推我 就把我直接往台上推 对 那我台上待了一秒之后 我又自己跑下来了 我说不行不行不行 太吓人了 我遇到抢劫了了 真的假的 对 我跟那个 那个严信杰 还有那个小夏 我们三个 当时因为他们要回酒店化妆 然后我们 我当时我想的是 前姐老婆不开心 我去给我老婆买礼物 那当时我就跟 他们三个去买礼物去了 然后我当时 我们三个买礼物 我们就去了那个 那个地方的最大的商场 百利公 然后就那边 有两个那个 印度人 不是 是他们说 他们是迪拜的 两个迪拜的人 一开始就说 他们是货币收藏家 想看一看我们身上有多少的人民币现金 说想看看人民币 不知道人民币长什么样子 我就打开 我看看有什么人民币 我还拿出来十块钱人民币 然后给他看看 然后看完之后他还拿过去 我说那不能拿 然后他就说 他有没有更大的面值 那我就去找 我找着找着 那个阿拉伯人 他也把头伸进我的包里了 然后他也这样的翻我钱包 看我有多少钱 然后 然后我当时就只有八十块人民币 那还好没什么钱 他就不要了 那他我就说不看了 不看了 那当时我就说 我就跟颜辛吉还要想 他说我们就直接走吧 我们去海岛拍照了 我们去了英格兰岛 对 英格兰岛 然后我们就狂奔 摸摸摸摸摸 我们两个不是当时那个租车 在那个巴提亚的英格兰岛 我们租车 我们在那里租车 然后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已经拍完了 然后要要回去了 要坐坐6点钟的船 回去不然后面 恍然很大回不去了 那我们两个那个摸摸就坏了 就一直打火打不着 又打火打不着 我就跟他有点那种 生理逃亡的感觉 我就说我要开快点 你报警 我要把我报警一点 这一点 我就跟他说 因为我们当时来不及了 6点钟一定要回去 不然后面的风浪会很大很大 然后我就开得很快 我也很着急 我们摩托车也打不着火了 我们也是找到当地的本地人打得着 才把火给打着 然后跟他说 你就报警点我一点 我怕人家变成把你甩出去 那我就开得特别快 那我们两个就一直 两个人两个人狂奔 我们两个也找不到路 我们两个人就是自己看得可快 然后他就后面抱着我 然后回来又聊天了 你那天不怎么开心 然后在房间里聊了两个多小时 对 本来当天 那天言辛杰跟我有点拍照的 对 而且他们别的人 还要再去看表演秀的 然后当时我看他不开心 我就想了 那我就各玩各的 我说都一天了还这样子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了 我说我也给你们去看成人秀 本来我都已经完全不想看一点 戏剧都没有 然后后面我才跟他们说去的 然后他们都给我把票买好了 他突然还给我发一条微信 我今天有一点点小不开心 你等会看完表演秀的话 你回来我来跟你说一下 为什么不开心 然后我现在已经在酒店里了 我等会跟那个言辛杰去拍摄 然后是这样的 他给我发一条这样的微信 我还哪有心思去看了 我直接跟他 我还有一句 还有一句什么 我说我不希望我的不好的情绪影响到你 对对对 我要这样把话讲清楚 对对对 我不希望我的不好的情绪影响到你 我想把话讲清楚 对他说了这样话 他还我还怎么去玩 当时心里其实也不想让我去看吗 那想让我看 我当时以为你就吃个饭就会回来 那回来之后还够时间聊聊 然后再去看表演秀啊 那是六点多早的你 你们不是八点看了吗 但是还有一个多少时 我感觉应该够时间 对 然后然后我当时 本来当当时大家是直接就走的 直接就去表演秀的 然后我听到这个话 我就说我不去了 那就跟姐姐他们回来了 不是 对 然后我就回来了 然后回来 他们就去了 本来他们都帮我买了票 150块的 我就说我不去了 他们说不去 他票不能退 我说没出现 我说这150我转给你们 我不去了 然后我没看 然后花了150 原来我们还把颜辛杰水了 对 然后也把颜辛杰水了 然后当时我们就在房间里面 一直聊天 聊了两个多小时 然后聊完之后 聊完之后就好了 然后我们再出去拍摄 我们去海边拍的东西 去海边拍的东西 然后回来 回来在床上打了两把王者 然后就去泳池了 就去泳池了 对 然后 在泳池边发生了一些 很美妙的 对 然后他有时 我本来说 因为我戴着泳裤的 我觉得 他就那个地方 你看就是肯定要下海的 一定要游泳的地方 然后戴着泳裤 他没戴 然后我说我很想去游泳 然后他陪我去 然后他说 他在上面看着 那我下去游 我就在那游游 游游的 然后他游吧 他一直说 他游的我就很心 他就我就说 你只会一个自由泳 他就当然只会一个自由泳 然后我告诉他 我说我会挖泳 我会洋泳 我会 我会那个 我也会自由泳 我说我还会那个 什么什么泳 然后他就说 那你下来游吧 干嘛 他就一直叫我下去 当时我不想下去了 因为当时我没有泳裤 然后我的脚还受了 受了点伤 但他就一直让我下去 然后他就他就让我放 他让我放那个爵士音乐 他说觉得很浪漫 他说 你放了爵士音乐 然后你再上 你再下来 我们一起在泳池里面 一起游泳 我说是我们一起 鸭鸭细水 一起鸭鸭细水 然后他就放了音乐 放了音乐 然后我就忍不住了 我就下去了 然后就当时就很浪漫 然后我们就 我们游了几圈之后 因为在泳池里面游泳很累 你知道吗 因为相当于游泳是很累的 然后游完之后 我俩就都气喘兮兮的 然后就抱着一块 喘出气 然后喘着喘着就受不了了 然后就这样子 然后然后我 然后我们俩晚上去大碗课完之后 我们还一起在 一起在外边告白 我爱你老公 我也爱你老公 然后就 最后一天 那是最后一天 不是 老公你第二天 那就是后面就是最后一天 没有 还有一天 那天晚上就跟他去g8了 吃完空心菜 然后回酒店休息一下 然后值个播了 就g8了 不是 没有 完全是没直播 那天没直播 那就去g8了 给他们去g8了 然后你在g8被很多人搭讪 说要跟你one night love 然后说要 又要join us 加入我们 外国人说要加入我们 然后还有说要跟你one night love 然后你说你有对象 然后别人说你有对象来这里 来这里干嘛 这里就是要one night love的 加入我们 对啊 有一次那一天在meme碰 在电梯里碰到的外国人都是亚裔 他们俩回来摸来摸去 然后你也摸我 然后你们就是相识一笑 然后离开电梯的时候 别人就说 开饭 然后我说you do 好 好 好 对 好 我自己也摸 对 大猩猩然后大猩猩第二 那是最后一天吗 最后一天我 大猩猩不最新最后一天 哦 哦对对是倒数第二天 然后最后一天我就直接睡醒一晚 那最后一天最后一天是去 那倒数第二天了我去起床先去看大猩猩 因为我当时起不来 我太累了 太累了 我就在床上睡觉 然后我去看大黄宫 我们起来之后跟小杨小杨吃了 有早餐 我去看大黄宫 对 然后晚上去干嘛 晚上就去了那个 就去了那个火车头夜市 对 我去火车头夜市了 晚上 就去了火车头夜市 火车是关的可早 对 那你们还直播了 对啊 但是最后一天 我们还直播了 不然就是火车夜市了 然后我们来的时候 去按摩 没了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